哇 好漂亮的水晶球 熊熊 你听说过灰姑娘的童话故事吗 熊熊最爱听灰姑娘的故事了 穿上了神奇的水晶鞋 灰姑娘光彩照人的去参加了王子的舞会 童话故事里的水晶鞋有种神奇的力量 今天我们来做另外一件能给人带来美好的东西 魔幻水晶球 就是这个水晶球吗 熊熊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要一个了 别着急啊熊熊 水晶球虽然美 但是做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和耐心 实验开始前 小朋友们跟熊熊博士一样 戴上护目镜 手套 注意实验安全哦 实验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扭蛋壳 海藻酸钠 乳酸钙 玻璃搅拌棒 凉杯 色素 水样勺 手套 清水 此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个水盆 首先像200毫升凉杯中 加入两勺海藻酸钠 并加入150毫升清水 静置约40分钟 搅拌并等待完全溶解 如果使用热水 海藻酸钠会溶解得更快哦 第二步将整包乳酸钙 倒入盆中 加1.5升清水 等待其充分溶解 接下来将海藻酸钠溶液 倒入扭蛋壳中 并滴两滴色素 轻轻地搅拌至混合均匀 我们需要戴上手套 将扭蛋壳整个没入 五三盖溶液当中 缓缓倾斜扭蛋壳 将海藻酸钠慢慢地完整倒出来 等待约一小时左右 在海藻酸钠硬化后取出水晶球 这样我们的魔幻水晶球就做好了 等待水晶球硬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制作多个水晶球 一起等待哦 熊熊知识笔记本 海藻酸钠 是海藻里提取出的安全无害的物质 我们所吃的海带中 就蕴含着海藻酸钠 当海藻酸钠遇到乳酸钙时 海藻酸钠中的海藻酸钙 与乳酸钙中的钙离子相遇后 形成凝胶 将海藻酸钠溶液包裹了起来 从而形成一颗颗水晶球 这种胶状物质 即使在加热的情况下 也不会融化哦 水晶球的形成 离不开海藻酸钠和乳酸钙 不要以为它们离生活很远 其实就在身边 而且各有各的特点 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吧 不同海藻酸钙的反应 其实放入不同量海藻酸钙 与等量的乳酸钙反应形成的水晶球 会有所不同哦 有的会随时间增长 逐渐变硬变脆 有的会随着反应时间增长 而逐渐变得更加弹软 如果可以控制不同种类的 海藻酸钙的比例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硬度 与弹性的水晶球呢 乳酸钙是一种补钙剂 具有促进骨骼以及牙齿的钙化形成 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兴奋性 和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等作用 乳酸钙在我们生活中用途很广泛 用于乳制品以及各种饮料和奶粉 乳酸菌饮料水果蔬菜都含有 乳酸钙还用于牙膏中 可以防止牙育中矿物质的流失 诶 小朋友们 结合我们之前学的酸碱判断 可以思考一下乳酸钙属于酸性物质 还是碱性物质呢 小朋友们想到了吗 其实乳酸钙不要看它的名字 有个酸字 其实它是弱碱性物质哦 认识海藻酸呢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以前没听说过海藻酸钙 那么这一次你一定要认真听啦 海藻酸钙是从褐藻类的海带 或麻尾藻中提取点和甘露醇之后的副产物 它是一种天然多糖材料 具有稳定性、溶解性、粘性和安全性的特点 海藻酸钙虽然听起来很陌生 但是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用途很广 起到的作用可大了 它可以作为饮料乳品的增酬剂 比如小朋友们爱吃的果冻 果冻虽然好吃 小朋友们可不要吃多哦 吃太多对身体不好呢 我们平时在超市里买的火腿肠等肉类加工食物 海藻酸钙可以在其中起到粘结、饱水等作用 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加工过的肉类都离不开海藻酸钙的功效哦 小朋友们现在大家都了解到海藻酸钙其实很厉害了吧 大家吃的海带里都含有海藻酸钙哦 只要我们留心 在我们身边就会发现很多神奇的东西呢 熊熊大冒险 小朋友们 我们这一节的熊熊课堂就要结束了 大家还记得我们是如何制作水晶球的吗 快去试一试吧 今天的熊熊课堂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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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